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我小的时候我会拿三角板来玩 结果就被老师骂了 现在你应该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学习单吧 之前有教过对称与必识定理 同学可以先想想看是否对这两个概念有印象呢 没有也没关系 我们一起跟着狐狸猫和小叔阿来了解一下吧 我知道 对称是指沿着某条直线对折 对折后 直线两边的图形可完全叠合 但是 必识定理 有点忘记了耶 必识定理是在直角三角形中 边长的关系是两股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哦 我想起来了 以前在学习的时候 老师还有跟我们说什么 五四三 什么五四三 应该是直角三角形的边长 若骨是三和四 斜边是五 这样就会符合必识定理 也就是三平方加四平方等于五平方 对对对 就是这样 除了三四五这样的必识三元数之外 还有很多组符合相同规则的数字 但那不是我们要讨讨论的事情 了解对称以及必识定理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真正要讨论的主题了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啊 你看 老师给的学习单哦 我们要来学习特殊直角三角形的边长笔 什么是特殊直角三角形啊 这是我们以前很常用的三角版哦 原来如此 我想想哦 我记得他们各自的角度是 没错哦 那你可以先在学习单上把角度填上去 接着 题目表示 若线段AB等于线段BC等于A 请利用必识定理求出线段AC 你看看哦 刚刚说过必识定理需要先找到两股 而两股是题目所给的A 那就是线段AC等于线段AB平方加线段BC平方 我把数字带进去的话 线段AC等于根号A平方加A平方 等于根号2A平方 等于根号2A 哇 非常棒耶 嘿嘿嘿 可是题目还有问边长笔是多少耶 其实你也只差一步就可以得出来了哟 如果我们把等腰直角三角形的边长 用连比的方式表示 那就是线段AB比线段BC比线段AC 等于A比AB根号2A 如果我们同除以A 就可以得出边长笔是 1比1比根号2 我们前面说明了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边边长笔 接着就来练习下面这一题吧 这一题可以运用刚刚所学的概念 和以前学过的三角形知识 为了要求面积 我们要先找出三角形的高 此题若以线段AC作为底 那线段BC作为高 再来 这个三角形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角B等于180度减45度减90度等于45度 那线段BC等于6 线段AB等于6根号2 三角形ABC的面积为 二分之线段AC乘以线段BC 等于二分之六乘以6等于18 接下来要换30度60度90度的这个三角板了 嗯 我想想哦 刚刚要用B式定理求出三边长的比例 再回想到对称 这一次老师有给的条件是 老师给的条件是 鞋边长 也就是线段DF等于B 和角D等于30度 狐狸猫你有想法吗 没有想法耶 刚刚你有提到对称 那我们就用对称吧 可以跟你借一下三角板吗 哦 好啊 一个三角板的内角度数 是30度60度90度 那如果把两个三角形拼一起 也就是运用对称 嘿嘿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正三角形了 而且 我知道 因为是正三角形 这样三边长都是B了 还有 如果把边长切一半 我们又可以运用B式定理 计算出原本三角形的三边长了 没错 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嗯 既然线段DF等于B 那一半的边长就是 线段EF等于二分之一B 再利用B式定理 算出线段D1 线段D1平方加线段EF平方 等于线段DF平方 线段D1平方等于线段DF平方 渿线段DF平方 等于 根号B平方 等于二分之 acord3b 很棒哦 乎立马 那有了三边的长度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出三边的比例 我们将比例按照 30度 60度 90度的对应边顺序写出 线段EF比线段D1比线段DF 等于二分之一B比二分之根号三B比B 接着同除以二分之一B 就可以得出 线段EF比线段D1比线段DF 等于EB根号三比2 这样以后遇到特殊直角三角形的题目 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呢 我们接着就来练习下面这一题吧 这一题跟前面的练习题类似 为了要求面积 我们要先找出三角形的高 此题若以线段A4E作为底 那线段B4E作为高 再来从三角形的内角来看 这是一个30度、60度、90度的直角三角形 所以编长比是1比根号三比2 由此可计算出 底为5、高为5根号三 再代入三角形面积公式 可得面积为2分之25根号三 让我们快速地整理一下 今天所学的内容 45度、45度、45度、90度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编长比为1比1比根号2 30度、60度、90度的直角三角形 编长比为1比根号3比2 15度、33度的条例 最下角入《塑胸膜》uk